高雄市公非肺炎链球菌疫苗即日起第三阶段进行开打 高市府卫生局机管处表示 春冬季节是肺炎链球菌高峰感染期 免疫力低下的长辈何幼童要特别注意 因为发病症状有咳嗽发烧 造成许多民众误解为感冒 因而延误了就医时间 那我们65岁上的长辈 就是我们的肺炎链球菌的一个清洗的高风险的一个族群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卫生局这里都一定要 透过我们相关的一个媒体 或者是各种的管道 来呼吁我们的一个民众 要符合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民众 可以来竞速的接种 那我们卫生局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也有相关的合约院所 可以让我们民众来就近的选择 他到哪家的一个院所去接种 疾管处表示 目前第三阶段的公非肺炎链球菌疫苗 开放四党对象 为曾经接种过23架疫苗 65岁以上的民众 而且间隔时间必须至少一年以上 才能接种13架疫苗 目前的开放65岁以上的一个接种的对象是 曾经有打过23架 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而且至少要间隔 一年以上的65岁以上的民众 那我们的公费的一个接种 一剂的这样的一个13架的一个结合 型的肺炎链球菌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呢 在高宏市的话 施打率的部分将近8成 那高宏市有480家的合约院所 有在开始在接种这个部分的疫苗 除了肺炎链球菌之外 那另外呢 有比较好的一个奖励的部分 是在我们65岁的长辈 接种新冠的疫苗 同时可以获得500元的礼券 疾管处进一步提到 目前高雄市65岁以上长辈 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 已将近8成 并有共计480家特约诊所可以施打 另外为了鼓励符合资格的 长辈族群 接种新冠疫苗 即日起也加证发放500元礼券 到112年的12月31日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proactive联益 保持质数 总监 好